这是我见过最狠的高校 每年的新生入学庆典都成了比武大会 所有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登上灵蓝的顶点 而就在此时真正的黑社会却突然闯入 原来他们是来找一个叫秦泽多魔熊的学生 谁是杰莉沢 一年 今年三年の化学物 新生怎么会知道 秦泽正是现在最接近灵蓝顶点的男人 混混们大摇大摆的就要进来要人 刚刚还嚣张无比的新生们却无意敢说话 就在此时从新生里走出一个背头小子 而面对挑衅的他也不打算与对方多逼逼 因为他爸才是真正的混混头子 而他也与其约定只要成为灵蓝顶点便能继承组织 所以一大早他就把顶楼秦泽的名字给擦掉 并改成了自己的名字龙骨原质 眼前的卡拉米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这时秦泽才突然出现 可没想到他竟是个憨憨 而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对于想登上灵蓝顶点的原质来说 面前的秦泽将是他命中的宿敌 而秦泽可不像表面一样是个憨憨 他率领的军团是灵蓝最恐怖的存在 手下有精通打狗棒法的狗头军师勇哥 还有曾是柔道部少年对主将的黑熊 甚至还有原质而时 欺捕相当的对手兼好友师生 而他们甘愿随行的老大秦泽实力更是恐怖如斯 可原质却不管这么多 当场踢翻了秦泽好不容易摸出的十三腰 眼看一个月的辣条废告吹 一向沉稳的秦泽说着就要对原质出手 原来是同样想登上灵蓝顶点的三上兄弟来挑衅秦泽 不愿看两个好友干架的时生 让原质先去挑战秦泽的徒弟林田慧 因为原质还不知道秦泽的恐怖实力 而傻不愣登的三上兄弟更不知道 谁能想到这家伙是个一拳超人 两招就给对方打服然后收入自己麾下 可放话要成为顶点的原质却仍然是孤军奋战 全哥告诉他兄弟多才是向上走的基本要素 而第一步就是先拿下自己所在的班级 接着在刚刚收服的中泰的介绍下原质逐渐得知林兰眼下的状况 刚刚称霸一年级的刺头三人组暂且不谈 不喜争斗的林田慧也暂不做考虑 而三上兄弟率领的B班因为败北也加入了秦泽军团 所以眼下能赢过秦泽军团的唯一机会 就要先收服C班的老大大幕和D班的老大一起 如果能收下整个二年级的老大板东那就再好不过 好吧说干就干 那就先从C班开始 即使C班的木赖一次次被秦泽打败 但他始终不愿去聚原下跟随秦泽 可就是这样的倦驴竟愿意加入新来的原质麾下 原来原质一早找到他的时候 他当然是拒绝 可看到原质手上的卡片他当场裂开 哪名 原来是原质带他参加和女孩的联谊会 还帮他买了用来换被弄脏的裤子 这一番操作让这个大直男心里暖暖的 竟直接拿下了这个憨憨 可接下来想收服D班的老大一起却不好办 他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强者 即使是拿下一年级的海老种三人组也不敢染指这个前辈 面对几个小老弟的一番挑衅 伊崎却压根不放在眼里 他前脚刚走几人便长出一口气 所以他同样没把新来的原质放在眼里 表面上他答应加入原质的巨皮案 但要求原质把老大的位置让给他 而面对鸿门燕的原质却一点也不損 反而对D班的卡拉女们主动出击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原质逐渐体力不知陷入颓势 正当伊崎大放厥词你也不过如此的时候 这打不死的小强却再次站了起来 虽然最终他仍然难以力敌重人 但看着面前被打成狗还一次次站起来的男人 这样伊崎产生了动容 最终他把原质送回C班 并表示愿意加入试一试 由此GPS正式成立 而看着原质的军团如此快速的壮大 为了登上林兰顶点的秦泽觉得是时候向他们发出战书了 而秦泽手下不择手段的勇哥为了替秦泽分忧 决定私自解决这些碍事的家伙 他果断找到了伊崎 尽管伊崎实力很强 可面前的人数早已超出他的想象 等原质几人回来时 才发现已经被打成猪头的伊崎 众人知道这是伊崎为了保存实力 因为此时他们和秦泽军团还有着巨大的人数差异 可年少轻狂的原质哪管得了这些 为了有能和秦泽军团碰一碰的实力 想招兵买马的原质是贱人就做 可这样贱人就抓并不能真正壮大他们的实力 就在此时又一消息让原质的愤怒达到的灵界点 原质本以为这都是被秦泽指使 可他不知道这都是勇哥自作主张干的好事 卑鄙的他还和二年级的板东达成交易 抓了原质的好友靖香 而原质这边也得到了消息 被关押的靖香正是在板东的地盘 接下来和板东统领的武装战线的一战将不可避免 这是原质率领的GPS军团的第一次团战 因为二年级的老大板东抓了他的好友静香 两伯团体的大战一触即发 可板东却突然叫停了战斗 因为真正的策划者其实是秦泽手下的勇哥 但因为自己的弟兄被打伤 他要求木赖留下一只耳朵来解决此事 此时原质说要搁就搁你原哥的 可就在他准备对自己动手时 却被板东安下 眼前这个血性男儿让板东为之动容 接着他告诉了原质静香的下落 而当他们找来秦泽要人时 被蒙在鼓里的秦泽这才知道 勇哥背着自己干了这种卑鄙之事 这也让原质和他的误会再次加深 由此原质对秦泽下达了 争夺琳兰顶峰之位的战书 这场世纪之战也正式拉开帷幕 秦泽也暂时原谅了勇哥 一切等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再说 此时一年级的海老总也前来观战 确实这场战斗两边的实力较为悬殊 但原质为了这天已经压抑了很久的怒火 在他的一声怒吼中 战火正式打响 但原质这边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开始使两方人马还打得有来有回 可逐渐秦泽军团占据了上风 多么穷和干部们甚至开始坐在一旁看戏 本以为这场比拼已经没有了悬念 可就在一阵机车的轰鸣声中 坂东率领的武装战线却突然冲进了战场 一个眼神交汇让原质明白了他的用意 而有了坂东的加入 战局从一边倒逐渐让GPS帮回了局势 面对突然加入的坂东 秦泽军团的干部们不得不开始出手 但原质手下的各位也不是吃素的 一旗也成功击倒了勇哥 最终两人终于站在了一起 这场世纪对决也引来了最后的高潮 终极PK正式打响 让人没想到的是 新来的原质在秦泽面前竟完全不落下风 有人说这是因为秦泽放了一太平洋的水 但凡凡认为这也是电影的节奏史 最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秦泽最终倒在了原质面前 GPS的干部们开始为原质欢呼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 原质的面前还有林田慧这座高山 结果很明显 他根本不是林田慧这个bug的对手 但很快原质会用他的方式诠释 林兰顶点的真正含义 作为刚刚成为林兰老大的原质 却打算以一己之力挑战奉仙的百号人 这一幕正被干部嘲笑时 却突然被奉仙的老大打断 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前日奉仙在追击误杀了上一任大哥的川西时 他误打误撞逃到了秦泽的地盘 虽然川西背上的罪名被退学 可终究曾经是秦泽的人 因为两方有着休战协议在身 无法出手的大金牙只能威胁秦泽交出川西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原质却突然出现 可见奉仙被打后大金牙反而笑得牙齿更亮了 而秦泽则满脸愁容 因为原质这一番输出彻底打破了双方的停战协议 虽然他们就此离开 可众人知道接下来一定将面临奉仙的打击 而这件事恰好顺了奉仙老大明海利 他早就想打倒实力强大的林兰 曾经差点一捅林兰的秦泽还让他放不开手脚 可如今原质的出现让林兰的势力再次被划分 而且奉仙的实力也早已经飞昔比 不仅有上一任大哥美藤珍喜熊的弟弟美藤龙眼 实力强劲的他早已统一了整个低年级 更有经常把人打残的2B7元0 而他们的老大明海大我更是完全不属于秦泽的存在 可反观这边的GPS根本无法召集更多伙伴加入 想拉三人赌入火的一旗也被当场剧走 即使他们承认打败秦泽的原质很强 但他们并不喜欢这个新来的家伙 为了大局着想 时生提议秦泽军团和GPS来联手对抗奉仙 可觉得是自己捅了娄子的原质并不想波及他人 而这对奉仙来说再好不过 他们的报复也已经展开 最先倒霉的就是秦泽手下的黑熊 可虽然面对大量奉仙人马的偷袭 黑熊一点不锁 但他却完全不是七元0的对手 这二货还又没收住手给黑熊打成了狗熊 而勇哥也不例外 这个二货又来放二了 早在昨天他就在灵兰挑战过百兽之王秦泽 当然不出意料的被秒杀 而奉仙的明海却是完全不属于秦泽的存在 他所率领的奉仙军团也已经展开对灵兰的进攻 不只是秦泽手下的勇哥 严元质手下的木赖也被突然袭击 但他也知道万事有意 而且他不愿对伤痕累累的木赖继续出手 可看着固执的木赖 他还是给予了最后一击 第二天元质等人收到了手下被袭击的消息 为了能拥有反击奉仙的力量 依齐自作主张找到了秦泽 而对秦泽来说 他也从未和面前的依齐交过手 而依齐的实力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可依齐面对的毕竟是 差点一统灵兰的百兽之王 最终还是败在了他的手上 而固执的元质这边仍然在挑战灵田会 虽然这一次灵田会意外地被元质所伤 但其实他并没有将元质认作敌人而使出全力 而很快元质将明白灵田会话中的含义 傍晚整个灵兰突然红光大作 突然燃烧起来的体育馆让几人当场懵逼 而当赶来的时生把现场留下的打火机扔给元质时 众人才恍然大悟 这无疑是奉仙最后的警告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是从灵兰转到奉仙的香太所做 为的就是彻底激化两边的矛盾 就在此时明海发现 元质带着几人已经走到了他们楼下 而他来是为了正式下达战书 可他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人数差距 三人组再次拒绝加入战团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广播里传出了元质的声音 整个灵兰也因此驻足聆听 元质通过广播第一次向灵兰敞开了心扉 并请求灵兰的各位跟随他一起应战 可到了第二天集结之时 却根本没什么人加入 三人组还过来狠狠地嘲讽了元质 眼下他们的人数甚至不足奉献的一半 而元质接下来的话也让众人当场裂开 他离开了灵兰 众人正颓废之时 唯一懂元质的一期这才道出了元质 没错 没错此时的元质已经独自踏上了去奉献的路 他将独自为灵兰代言 以一己之力挑战光头大军 这是无数人心中的热血鸣场面 元质一人担负起整个灵兰以一笔党 可豪虎架不住郎多 元质逐渐陷入颓势 元质的身后竟出现了黑压压的大军 而赶来帮他的不只是慕赖和一期 甚至连勤泽军团也从远处出现 两股势力汇成一股 很明显 他们可舍不得让元质一个人担起灵兰的名号 连一向看不上元质的勇哥也赶来助阵 慕赖比起了自己的招牌一指 因为这一刻无需过多言语 那么灵兰和奉献的终局之战即将展示 伴随着元质的一声怒吼 战斗的号角正式打响 曾经敌对的勤泽军团和GPS 这次也互相打起了配套 他们现在的共同目的 就是护送元质到奉献的天台 可当他们好不容易走进楼道 由光正亮的光头大军却突然杀了下来 此时三上兄弟抢先一步占据楼梯 二楼的慕赖也超强发挥一夫当关 一己之力轻了整个二楼的打饼 而就当他被一群人包围时 里面却惊现正在吃磨的明海 因为上一次慕赖精疲力尽导致败北 而这次的他明显满状态并且越战越野 而明海也显然小看了木赖的实力 可他毕竟是奉献的老大 在憨战的许久后木赖逐渐败下阵来 但他的实力也获得了明海的认可 而此时的元质等人已经进入了三楼 可这里仍然有一堆亮堂堂等在这里 为了争取时间中派手当骑冲打入人群 正当元质担心时勇哥却冲了出来 决定坚守三楼的他把四楼的对手交给了一起 同时伴随着秦泽的帮忙几人总算到达了四楼 可天台的通道却被捅住 而唯一的通路却还有大金牙把守 而这是山顶前的最后一场憨战 最终一起放倒了大金牙 三上兄弟也拿下了楼刀入口 就连中派也成了二楼战神 可在天台前进还占有一人 那就是明海手下最强的疯子七元灵 秦泽听闻自己一直是对方的偶像 既然如此那边让元质上去我陪你闭闭玩一玩 终于元质冲上了天台 虽然自己已经成了残血 可明海同样被木赖消耗了不少 两人说战就战 此时他们背负的除了自己的姓名 还有楼下信任自己的兄弟们 而秦泽这边竟好似陷入了困战 还被二臂一脚踢下的老板 本以为自己已经拿下胜利 可看着像没事人一样站起身的秦泽 他麻了 一向一拳超人的他这次居然完全打不动面前的男人 打赢的秦泽来到楼顶观战 而两人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筋疲力尽的他们都知道接下来将是最后一击 赢啊 但赢下这场战斗的并非原汁一人 而是整个灵兰的米娜吧 能让灵兰的刺头们勇敢地齐聚在一起 或许这才是灵兰顶点的真正含义 眼看三年级的他们也终于面临毕业 这天台的墙上也终将写上别的名字 可在这之前原汁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他要在全灵兰的注视下 最后一次挑战灵兰的传说灵兰慧 而让灵兰慧没想到的是 原汁早已获得了飞速成长 或许真的如他所说灵兰根本没有顶点 或者说人人都是顶点 这是我见过最狠的高校 所有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登上灵兰的顶点 此时竟有一个圣面孔鹰闯的进去 而前来阻止他的卡拉米很快便会后悔招惹对方 原来他正是实力响彻另一区域的转校生低木炫风熊 而这一拳也让整个灵兰目睹他的强大 刚刚入学就拿到了实力排行榜上的第五位 而这也让排行第八的剑衣抛出了橄榄枝 可他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打打杀杀 可这里毕竟是藏龙卧虎的灵兰 以高宫高防闻名的强罗稳居实力第一位 第二则是败给强罗并被其收服的高木 第三位是和高木实力不相上下的光头哥 再加上第四位的狗头军师眼镜哥 让强罗成为目前灵兰最强大的军团 所以天台的使用权也当然归他所有 那么他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当排名老二的高木曾挑战他时 没错仅仅一击他就让小高同学跪了 而第五位就是一拳震慑了玲兰的玄风雄 第七位则是战斗狂人艾斯 虽然刚转来的他势单力薄 可他早已经对排名第六的猛男发起了排名之战 而玲兰的传说林田会先不提 因为他从来不愿参与玲兰的内斗 而最大的潜力股便是新生加贺美 一头黄毛帅气逼人 轻轻松松碾压了整个一年级成为老大 甚至连进玲兰的大门都是坐着豪车 虽然旋风雄队挑战他人毫无兴趣 可他忘记了这里是玲兰 好战的艾斯已经找上了他 他为了争夺排名昨天已经轻松击败了第六位的猛男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五位的旋风雄 没错他也仅仅只用了一击 这也让剑一更加兴奋 由此整个玲兰都在讨论强罗和旋风雄谁是最强 可旋风雄却觉得这一切无聊至极 因为他儿时就目睹了身为拳手的父亲意外身亡 自此他便极度厌恶一切暴露 所以孤傲的他一向独来独往 可剑一却不想错过一个如此强大的队友 正当他想着怎么拉拢对方时 黑啸的老大眼镜蛇却突然出现 自己的兄弟还和他们突然起了冲突 看着被打伤的伙伴 旋风雄想起了已经离世的父亲 本来沉稳的他竟突然爆发 旋风雄仿佛天神下凡 而眼镜蛇同样强的离谱 一阵激战后场上站着的也只剩下二人 本以为两人免不了一场大战 可没想到他俩竟然惺惺相惜情不自禁 眼镜蛇还请他吃棒棒糖 等你当上林兰老大时咱俩再打不迟 可旋风雄的性格却表示不想对任何人出手 但很快便由不得他 这是整个热血系列的灵魂人物全哥 曾经他就替原质挡下过几十个大汉 这一次更是替新来的旋风雄出头 你以为他在飞到面前虚张声势 其实他真的在虚张声势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感谢归正 在大漂亮的小车行里打工 可这天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上来就一通乱砸 虽然全哥难以利敌重人 可在交战中他认出了自己曾效力的组织内的藤原 原来他们看中了这个地盘 为了替大漂亮求情他来到对方的老窝 可自己曾效力的老大家赫美早已离世 继承老大之位的加赫美的老表完全不给他的面子 此时正好遇见了放学回来的继承人加赫美 这让小时候照看过他的全哥产生了希望 可如今的他早已没有了网日的亲切 昨天他刚刚开着在58同城上买的二手车来到了林兰 并且以超强实力征服了一年级 如今的他只想成为林兰顶点然后继承组织 而藤原为了以后再组织混得风生水起 这狗腿子我不当谁来当 他当即表示要为加赫美称把林兰出一份力 第二天就在公交车上堵到了强罗 而手下看着对方人多是重让强罗先扯 可车外仍然有一群卡拉米 好在强罗实力强劲才冲出了重围 因为藤原曾是黑啸的人 手下要求强罗向黑啸胎胎战 可强罗却有自己的打算 他单枪匹马找到黑啸的卡拉米 强罗不愧是林兰的No.1 而在他逼问藤原所在后才知道他现在唯一年级的加赫美做事 正懵逼的他还被身后的案件损伤 不过这区区刀伤他一点不在乎 直接气势汹汹地回到林兰 强罗逼问时被加赫美手下的胖哥拦下 一套军体全交对方做人 可下一秒他却被卑鄙的加赫美偷袭 等就受伤的强罗直接被打得凹叫 当场丧失战斗力 与此同时眼镜蛇为了清理门户独自找到藤原 可他不忍对这个曾经的兄弟使出全力 导致不仅被对方无情打爆 还当场被掰蛇一只胳膊 而打倒强罗的加赫美已经飘了 距离林兰顶点仅仅一步之遥 那么接下来就是你的旋风熊 和林田会一样 同样身为怪物的旋风熊 也不愿参与林兰内的争斗 但嚣张的加赫美却接二连三地挑衅他 就在此时把旋风熊当作朋友的剑衣来救场 可尴尬的是旋风熊竟大步离开 留下剑衣被一群人围殴 虽然他的实力也保障有名 奈何人数太多被打成了猪头 而这也让他对旋风熊彻底失去了信心 然而当旋风熊想要离开医院时 却发现了却胳膊断腿的强罗和眼睛蛇 他们二人同样是被加赫美暗算 而两人的话逐渐让旋风熊然起了斗志 这才有了他开头和林田会的对话 因为他决定拿下加赫美后向他宣战 接着他直接找到了加赫美 并正式同意了对方的战斗邀请 剑衣也原谅了旋风熊并加入了他的战团 就连黑啸的塔拉米们也来助阵 甚至连强罗也带着手下打来 最后的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人马迅速交战在一起 虽然旋风熊这边人数并不占优势 但个个都勇猛无敌 他们要将旋风熊送上天台来对战 等在这里的加赫美 此时旋风熊在剑衣的护送下已经进入楼盘 而光头墙也已经在二楼大杀四方 加赫美手下的一年级完全不是三年级前辈们的对手 强罗也在一楼清了所有的杂兵 就连藤原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可他毕竟是卑鄙的藤原丧 对着强罗腰上的伤疯狂输出 本以为胜局已定 然而下一秒 原来是昔日的老大眼睛舌前来救场 可他却并未继续出手 还希望藤原能改邪归正回到黑啸重新开始 听闻此话的藤原看着这个昔日大哥被自己无意搞出的伤疤 他逐渐丧失了战役 留下一句抱歉接着便退出了战场 而此时旋风雄终于即将到达天台 剑一留下对战胖哥为其断后 可他的拳头却完全破不了胖哥的防 好在敏捷点满的他灵活躲闪 胖哥直接来了一招无敌风火轮滚下楼梯 可胖哥永不言败 非要来一次没开二度 这次他终于误了 而天台见面的二人终于展开了拼杀 可很快战局就变成一边倒 须须加贺美根本扛不住旋风雄的拳头 就在此时他想起儿时被拳哥叫打 男人的拳头一定要堂堂正正 而他也凭借信念撑下了这一击 两人再次憨战了起来 战斗中他们的体力也逐渐消耗殆尽 本处于劣势的加贺美却因为刚才的一拳越战越赢 这一记重拳让旋风雄陷入了恍惚 清醒之后便挥出一记必杀之拳 最终他赢得了这场胜利 并把受伤的加贺美交给了全哥 而嚣张跋扈的团伙老大也锒铛入狱 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旋风雄依然要做已经毕业的原制曾做的事